开心的一家四口当时是要去欢庆耶诞节 没有想到遇到了劫难 妈妈就没了呼吸心跳 当时他们是一家四口呢 要来到高雄爱河这边的市集去逛 没有想到在过马路的时候 遭到这个酒驾男子撞飞 妈妈当场相中不治 而爸爸的脚跟肋骨有多处骨折 大女儿的牙齿也被撞断了 腿部有骨折 至于小女儿她的身上有多处擦措伤 目前都还在医院治疗 其实从这一家人的脸书就可以观察到 其实一家四口感情非常的好 常常出游 现在这个肇室的架势 警方将以不确定故意杀人罪 以及酒驾肇室致死方向侦办 面对媒体追问 黄姓嫌犯一度矫转 低头不停道歉 但再多了对不起 还是挽不回被夺走了人命 两个小女儿贴心替妈妈 一起庆生送上一吻 一家人好感情表露无遗 脸书上一张张出游罩 定格了那些欢乐幸福的瞬间 但因为酒驾造势 已细间一家四口的天伦梦碎了 邻居听闻二号震惊又不舍 一家人为人善良和街坊邻居互动 也都很良好 就连里长街坊消息 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痛批造势者 真的过分 26号晚上37岁范姓女子 原本腰痕家人一同去爱河逛市集 并赏灯 没想到被酒驾的黄姓嫌犯撞上 妈妈送医不治 爸爸全身多处骨折 15岁大女儿牙齿断裂 左小腿骨折 13岁小女儿则是多处擦错伤 目前都还在医院治疗 酒驾造势那样一死三伤 害了一个家庭破碎 成了再也弥补不了的缺口 华市新闻校新许文男秋显雄 高雄报道